文蓝国先生最近,国际男蓝紧交赛美河口战,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,中国队也是参与其中,在这样的现实下,比赛的确备受关注。 而且,对目前的中国男蓝来说,许多人还是有更多的期待,因为,明年的男蓝世界杯将在中国举行,在这样的情况下,作为东道主,大家还是希望中国队能取得更好的成绩,这样的话,最起码能给球迷们一些期待。 目前来看,一届连依然可能是老大哥,而丁燕玉航,周琪以及郭子艾伦等球员的崛起,自然给人更多的希望。 而在这些球员之外,还有哪些角色球员值得一搏呢?这值得关注。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,热身赞上球员们的表现,便很值得关注了。 这一次出战的,是中国男蓝的蓝队,他们在第三场对决中,以79比70击败了赛尔雷亚队。 在这样的一场比赛中,吴钱表现一般,仅仅看下15分,赛后许多人知道,吴钱是戴上作战,这样的表现,足够让人佩服了。 而此前,杜峰也表示,在这样的一支国家队里面,吴钱就是绝对的核心。 这一点,有点类似于沙拉木在红队里面一样,当然,都是主要的核心国家队成员缺席的。 在这样的现实下,这些球员得到了更多的表现机会。 对吴钱来说,第三战大伤作战还砍下15分,的确很不容易了。 而此前的两场比赛,他分别砍下26分和29分的高分。 其中,他的三本冷剑,给人一种防毒胜防的感觉。 这样的吴钱,一些人也表示,应该改名叫好钱了。 为什么呢? 因为真的给人一种日天了的感觉。 而在这样的国家队里面,胡金秋作为中国禀王的称号,也是名不虚传的。 只要球能穿到位,他也基本上是能有所表现的。 当然,最炸裂的,还是吴钱了。 这样的吴钱,一些人也认真的表示,算是这支男篮篮队的核心了。 一旦一名球员表现出色了,一些问题便也来了。 比如,吴钱距离NBA还有多远的差距。 在中国的后卫来说,进入NBA,的确是很难的一件事情。 目前在中国队上入到NBA的6人里面,只有孙悦算是一名外线球员,是一名后卫。 但是,人家的身高却有2米05,而吴钱的身高,只有普通的191,在NBA里面,只能算是标准的空位身高。 不过,因为沙拉木这样的球员,曾代表勇士打了夏季联赛。 对吴钱来说,球员们便也有了更多的期待。 比如,就算无法进入到NBA里面,能打打夏季联赛乃至的季前赛,这样的比赛来提升自我。 也是很有价值与意义的一件事情。 15分,26分,29分,24岁小家发挥出色,能否接近NBA? 或许很难,因为在NBA里面,在美国,最不缺少的就是后卫球员。 但是,若是其能继续进步,成为中国版的库里,那也是很不错的一件事情。 作为一名球迷,还是希望无钱不断的提升自我,更好的为国家对贡献自我。